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今日和大家聊一下 英媒體預測 電視場可能任下一屆總理 敬傳籃球明星姚明出事 留意被帶走 聽說是習近平點名要抓他 湖南村民維權出人命 過千村民突然派出所 英國經濟行人新聞周刊近日刊文說 總理李強的影響力有所下降 下一屆選舉時李強超過68歲 將會4任總理 下一任的總理人選可能是丁士祥 李強跟前幾任總理相比 曝光率低很多 他的權力被不斷削弱 最近又有兩次 一個是歷年的中共兩會 閉幕之後禮行總理新聞發布會被取消 還有一個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歷年的總理和全球商界領袖閉門會議也被取消 今年是由習近平親自接見美國企業高管 很多需要總理出席的場合 李強的位置都被人搶了去 3月27日 經濟學人分析中國經濟管理團隊的浮沉 指出2027年換屆時 李強說他因為將年滿68歲而卸任 經濟學人預測接班人可能是丁士祥 評論人士張天亮表示 李強做總理之後很快被邊緣化 丁士祥雖然做了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不過沒有看到他在經濟上有什麼成就 之前他一直做秘書 做習近平的大管家 所以如果丁士祥接任李強做總理 從罪列來說 雖然沒什麼問題 不過他的能力令人懷疑 丁士祥目前是政治局 七常委最年輕的一個 習近平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時候 丁士祥是上海市委書長 是習近平的大管家 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後 第二年就將丁士祥調去中央工作 讓他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兼總書記辦公室主任 成為習近平的首席秘書和幕僚長 習近平為什麼看重丁士祥 分析人士認為 丁士祥的忠誠度 和很強的協調能力 得到習近平賞識 不過他的短處是 缺乏宏觀管理經濟 和其他民生事務的經驗 2008年6月 時任上海市委秘書長的丁士祥 在中央辦公廳 秘書局主辦的秘書工作雜誌上 發表了一篇文章 善術黨委辦公廳的地位和作用 通過這篇文章 說許外界可以看到他處事原則 丁士祥寫道 做秘書工作就是要長袖善武 在整篇文章中 他強調的忠心意思就是 想領導之所想 急領導之所急 為領導服務 同時要忠誠可靠 中國事務專家程曉農博士說 丁士祥還不知道他未來試圖會怎樣 習近平究竟看不看重他 不過他知道一件事 就是做習近平想做又不方便說的事 他就可以得到習近平的歡心 丁士祥可以揣摩上司意圖 可以做到心靈神會 就是令到說了兩句不清不楚 模糊其詞的說話 不過他可以揣摩出 裡面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然後想辦法幫領導落實 其真實意圖 程曉農認為 定士祥在上海時 很可能背著得罪其他領導的風險 為習近平做過事 顯示了自己的忠心 他當時還不知道習近平 會不會將他帶去北京 他拿自己的仕途做賭注 這次賭贏了 女澳學者李玄華表示 習近平用人的特點 就是要他認識的 而且不可以搶他的風頭 這麼願意做他奴才的人 李玄華對希望之聲表示 習近平其實就是一個原則 用人就是要忠誠於他 講俗一些 就是願意甘心為奴才的人 他就用 他不是用人為然 不是說這個人 在某個領位的專才 他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不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他身邊的人 其實都是對他為為樂樂樂的人 不過 隨著習近平懂得的 跟他的人都得到重用 他的選擇也越來越少 近日網上傳出消息 前著名籃球明星 姚明被當局帶走調查 姚明是亞洲籃球聯合會主席 也是中國籃球協會主席 2019年10月 胡潤研究院發布富豪榜 姚明以22億排名第48 在X平台 有網友轉發 中國大陸網上消息說 4月1日下午3時45分 重大宣布 姚明或被留夜帶走 同日 財經作家 獨立書評人蘇小和也發影片說 中國國內傳言 姚明被習近平點名抓捕 體育界正在此大清洗 上述消息 目前未得到官方證實 蘇小和說 習近平落死令 要求對整個體育界 進行一場延安整風運動 大清洗 體育界中一批體育明星 參與官員腐敗 習當局要抓幾個體育明星 來彰顯反腐敗的決心 最近有四個明星 被習近平點名要抓 姚明就是其中一個 其他三個是李鐵、鄧阿平 還有那個乒乓球總教練劉某 蘇小和說 姚明是在出海關那時被抓 他指出 姚明是一個頗有眼光的人 對美國的文明 對世界的走勢 認識得頗清晰 姚明其實是個刺頭 他對中共的這一套搞法 對中國體育的體制不滿 傳說姚明有三大不可遙數的錯誤 第一就是貪污 第二就是姚明在政治上沒有操守 不同習近平保持高度一致 是個刺頭 是一個自由民主派 第三就是姚明的老婆、小孩、父母都在美國 早就是美國人 分析人士認為 傳聞說姚明貪污 因為沒有相關報導 沒有理由跟他下結論 不過 中國體育界 各類腐敗亂象不斷 一些體育官員 掌握運動員的生殺大權 甚至操縱比賽 這種事在中國司空見慣 但是 如果說姚明 只是因為貪污 或者將家人送去美國 就被帶走調查 這種可能性應該很低 傳聞還說姚明是個刺頭 是一個自由民主派 不和習近平保持高度一致 分析認為 姚明作為一名中共官員 怕者沒有那個思想高度 由下面兩件事就可以看得出 前美國NBA球員 坎特在中國問題大膽敢言 2019年他公開支持 香港市民反送中運動 2021年10月 坎特在推特發文 聲援西藏獨立 譴責中共迫害維吾爾人 和其他少數民族 同年11月 坎特就台灣問題批評中國 強調台灣是民主自由國家 2022年1月17日 中國南協主席姚明在北京的新聞發布會被問到 如何替代坎特對中國的抨擊 姚明表示 若有機會 我想邀請他訪問中國 這樣他可能會對我們有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日 坎特通過媒體宣布 接受姚明的邀請 不過強調他要見到真實的中國 而非宣傳 他說希望在訪華時 參觀新疆關押泳議員的勞改營 拜訪被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張高麗侵犯的網球女運動員彭帥 他還希望跟姚明一起去台灣看看 看到坎特的回應 姚明立刻在IG將坎特封鎖 姚明的行為令到坎特呆了 說姚明好像個臭豆釘 2019年10月4日 姚明原先的僱主 幼士頓火箭隊總經理 莫雷在推特發文 支持香港反送中 姚明的中國籃球協會 隨後在微博發文說 莫雷發表涉港不當言論 中國籃協暫停與火箭隊的合作事宜 姚明的這個舉動令世人則目 大量網友認為 他抵制培養了他 九年的火箭隊和NBA 有附於他的因人莫雷 目前姚明被查的消息 還未得到官方證實 不過 中國大陸媒體在上年3月 也曾經盛傳姚明被查的消息 不過後來姚明在公開活動中出鏡 稱為對此事闢謠 因爲徵地拆遷搞出人命 3月28日湖南長沙雨花區 高橋村郭千村民 怒摘高橋派出所 一名警察被打到頭破血流 目前當地封網刪除消息 高橋村隔離村的村民高峰 告訴外媒記者 高橋村民維權已經持續很長時間 3月26日 一位村民在維權過程中 又樓上跌落身亡 28日 當局調動大批警察搶屍體 引起民憤 當局怕事情搞大 決定被死者家屬配上接近百萬元 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在X平台發文說 辦哭的警察已經被村民瘋狂暴打 這個警察在當地很有名 經常在高橋派出所內 撒警棍練武功 以遲1,000人衝擊高橋派出所 這個警員被打得最慘 已經住院 村民維權是因為20年前 高橋大市場 擴建徵地拆遷引發的糾紛 網上有高橋村民訴求書顯示 高橋大市場擴建 正用該村土地600畝 徵地始於2007年 這個村的部分村民舉家搬遷 大市場方採取了與高橋村合作的招數 首先以聯合興辦集體企業為命 用極少的錢將幾百畝土地考取豪奪 然後建造幾個地產項目 短短幾年獲利數億元 高橋村的土地雖然被徵收用來堅帶市場 不過高橋村民沒有獲得一些紅利 高橋村附近村莊 例如倫村五一村 10年來每戶累計獲得紅利過百萬 而高橋村的村民 一年下來每個人只得100元 村民都沒有社保和醫療保險 目前村民要求當地政府 徹查20年徵收土地的老闆 和高橋村村官之間是否有利益輸送 高峰表示 2007年通訊不發達 村民一無所知 現在通訊發達 村民獲得的消息也非常快 村民才開始注意到土地事件 維權過程中查一下 發現後面有很多黑幕 不過村民維權無果 只是被打壓 好 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還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